安坑国小与新北市教育局合作 针对中年级举办不插电城市课程体验营 希望借此培养学生的逻辑思考能力 活动虽然只有20个名额 却有50多个学生抢着报名参加 面对资讯数位爆炸时代 学生面临更多的挑战 因此安坑国小与新北市教育局合作 针对三四年级举办不插电城市课程体验营 希望能够培养学生的逻辑思考 以及城市语言能力 跟上数位潮流 活动在报名时就获得热烈响应 虽然只有20个名额 却吸引了50多位学生报名 最后只能以抽签方式决定 我们在科技的课程中 除了说我们的高年级会采用一些城市语言设计 另外我们也做一些数位的教学 这一次的乐高智会的城市积木的课程 就是应用不插电的一个城市语言设计 让我们的孩子可以学到城市语言的逻辑推理能力 以及思考解决问题的能力 这次的体验营是以积木为主体 进行不插电编程教学 让学生可以透过较简单且活泼有趣的方式 理解如何编写城市 我们希望他们能够在正式的进入城市设计的课程之前 能够先体验一下 所以我们设计了这三次的课程 就是分别让他们透过积木组合的方式 然后去读写一些城市的语言 然后去执行 然后让他们培养一些逻辑思考 推理的还有运算思维的能力 利用图形化指令卡 编排出逻辑运算程式 再让机器人学习程式进行前进 转弯后退等指定动作 小朋友顺利完成老师出的题目都相当开心 也很有成就感 这个课程很好玩 然后它很有趣 刚做的那些动作有成功的感觉怎么样 很开心 我感觉很新鲜 有觉得很有成就感吗 有 安科国小这次安排的不插电 城市课程体验营 总共有三堂课程 不需要桌上行或是平板电脑手机 就可以了解基本的城市设计及运算 借此启发孩子对城市语言的学习兴趣 记者声明正门奇 新店采访报道